大家好,我是志恒,专属于您的情感主导与养生健康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文章关于 长寿秘诀之生活技巧 现代医学发展至今,衰老机制的相关研究已有长足长进 未来人类寿命将不断地延长 但在目前的条件下,大量的实证研究越来越将长寿指向遗传因素 生活方式及社会化因素,尤其是社会化因素 婚姻、职业、社交以及背后的人格因素 对寿命的影响可能远超我们的想象 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经营稳定的婚姻 追求成功的职业,建立良性的社交网络 是延长寿命的有效途径 对于我们生活中的一日三餐 要注意以下几点 饭后三步急 每天吃完饭的休息时间,这三点需要注意 第一,不要急着散步 饭后立即散步会因运动增加而影响胃肠道的消化吸收 特别是老年人 会引发新功能减退 血管硬化及血压反射调节功能障碍 建议饭后休息30分钟,食物消化后再活动 第二,不要急着洗澡 饭后洗澡,体表血流度会增加 胃肠道的血流量则会相对减少 从而使肠胃的消化功能减弱 最好先休息一到两个小时再洗澡 另外,还需要提醒一下 对于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老年人 饭后马上洗澡可能会导致心血管意外 第三,不要急着吃水果 饭后马上吃水果 水果中的有机酸、糖类、果胶等物质 可影响消化吸收 甚至会增加饭后负胀和不适感 饭后马上吃水果 不能促进消化 还会让你越吃越撑 至于饭后多长时间可以吃水果 可以按个人感觉来定 如果饭后胃中保障 就可以在饭后一到两个小时之后吃 饭后半小时 这样养生效果翻倍 若想把三餐的好处放大 就要抓住饭后半小时的养生时间 对健康可谓事半功倍 第一,早餐后半小时 吃水果,按摩膝盖 早饭后吃维生素含量很高的 猕猴桃和草莓等水果 可以提神醒脑 保证一上午的工作效率 还可以促进消化 有利于营养吸收 饭后20分钟 用手反复摩擦膝关节 可以使胃经通畅 第二,午餐后半小时 喝杯酸奶打个盹 酸奶中含有大量的乳酸 醋酸等有机酸 能抑制有害微生物的繁殖 同时协调肠道酸碱平衡 促进胃肠蠕动和消化液的分泌 并且研究发现 酸奶中的烙氨酸 对缓解心理压力 高度紧张和焦虑感也有帮助 中午打盹可缓解压力 提高记忆力 即使只有十几分钟 效果也立竿见影 需要注意的是 对于老年人来说 吃完午饭 则不宜马上睡午觉 可能加重心脑胸供血不足 出现胸闷 头晕 乏力等不适 严重的可能诱发心血管意外 晚餐后半小时 做家务 拍打经络 不妨利用这段时间 打扫一下房间 或者家人之间互相按摩 都可以起到消耗热量的作用 利用这段时间拍打经络 主要针对韧脉 也就是小腹以上的 正中间的部位 有很多的重要学位分布在此 吃完饭 从上到下轻轻拍打20分钟 可以帮助消化 强身健体 我国医学历来重视睡眠养生 认为 免食二者为养生之药物 能免者 能食 能长生 如果你想要个好睡眠 建议睡前这三件事 不要做 第一 不易吃夜宵 睡前吃夜宵必定会造成胃肠负担加重 其紧张工作的信息不断传向大脑 致使人失眠 多梦 久而久之 亦引起神经衰弱等疾病 另外 宵夜吃太晚 必然有部分蛋白质 不能被及时的消化吸收 在肠道细菌的作用下 会产生有毒物质 加之睡眠时 肠必蠕动减慢 相对延长了这些物质 在肠道中停留的时间 有可能促进大肠癌的发生 第二 不易剧烈运动 睡前一到两个小时 不要再做跑步 打球 等剧烈运动 或紧张的脑力运动 过重的体力劳动 否则会让大脑处于兴奋状态 会影响睡眠质量 清洁过于激烈的电影 电视剧也要少看 第三 不易看手机 别再以为玩手机是睡前住手了 你知道吗 在床上使用一个多小时的手机 其发出的蓝光 会减少人们生成褪黑激素 总数大概22% 让你始终处于浅睡眠 或者越玩越精神 越玩越上瘾 根本停不下来 所以 每天晚上上床后 别再熬夜玩手机了 对你不好 睡前五个小习惯 助眠防衰老 睡前两个小时 养成这六个小习惯 不但有助于解决各种睡眠问题 还可以帮你延缓衰老 第一 热水泡脚 行气助血 睡前用温水 40摄氏度到45摄氏度 泡脚15到20分钟 可起到促进气血运行 输精活络的作用 使脚部血管扩张 促进血液循环 对中老年人来说 更有去病见失的功效 提醒 不要饭后马上泡脚 第二 热敷眼睛 减少黑眼圈 拿毛巾 先敷眼睛再洗脸 水温可以稍热一点 以感觉不烫为度 这个简单的小动作 有助于改善眼周围的气血运行 缓解眼部不适 三 做深呼吸 全身放松 很多人睡前因为太兴奋 或者心里想的事情太多 而静不下心来 入睡困难 遇到这种情况 建议在睡前静坐 配合五分钟的腹射呼吸 让自己的身体放松下来 感受腹部的起伏 第四 五指梳头 留住秀发 睡前用双手指 梳到头皮发红 发热 可疏通头部血流 提高大脑思维和记忆能力 促进发根生痒 减少脱发 消除大脑疲劳 早入梦乡 注意 按摩头部 还可改善偏头疼等症状 每次按摩 以五分钟为一 第五 按摩足心 强腰固肾 每日临睡前 以拇指按摩足心 顺时针方向按摩一百次 经常按摩足心 能够调节肾经 补益肾气 起到强腰固肾的作用 解除肢体疲劳 达到抗衰防老 延年益寿的目的 生活细节影响医生 一人如果有好的生活习惯 便有好的生活质量 所以只要你想改变 现在开始 还不算晚 新命最好的方式 竟不是养生 而是控制情绪 别不信 这篇文章 惊醒了无数人 现在知道 还不晚 偶尔文身边 又多了一位患癌症的朋友 对于他生病 我没有感到意外 他的家庭关系一直很糟 人啊 在家庭里承受的煎熬 抑郁 伤痛 都会沉寂在身体里 你的大脑暂时忘记了 可是你的身体会一直记得 世上所有的病 都是免疫系统打了败仗 所有的委屈 纠结 愤怒 终将化成一场免疫风暴 在西医经验可吃范畴里 仍然有很多突发性疾病 没有人知道具体诱发的原因 现代人越来越容易患上 各种各样的病 是因为不注重健康吗 不是 太多人不惜重金 把精力花在养生上 但这种想法是单纯的 把身体看作一个机器 忘记了身心 甚至身心灵一体 有一位突患肺癌晚期的女士 婚后 她一直都跟公婆住在一起 虽然丈夫一家对她不错 但她非常希望 能够有自己的空间 跟丈夫提过几次 想搬出公婆的家 都遭到拒绝 后来她也慢慢不再提这件事 直到去年 她在毫无征兆的情形下 得了肺癌 检查出来的时候 都已经是晚期 她家经济条件非常好 除了接受西医的治疗外 家人还帮她找了一位 著名的心理治疗师 当心理治疗师 在一次催眠治疗中问她 这辈子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她只说了一件事 我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家 只跟丈夫女儿在一起 不用很大 不用很久 几个月就好 她平静地说出自己的心愿 嘴角划过一抹 连她自己都没有察觉的微笑 人们只喜欢好的情绪 比如快乐 而把负面的情绪 比如悲伤恐惧压抑下来 我们不知道 委屈憋屈压力 全都积累在身体里 终有一天 一场免疫风暴 就能带走人们的性命 我们一直低估了身体的智慧 人体里住着 有着一个精密的免疫系统 我这里说的免疫系统 不仅是西医所说的 狭义的免疫能力 还包含自我诊断 人体资源管理 自我修复剂再生 当我们产生各种各样的情绪的时候 最先攻击到的是身体的免疫系统 70%以上的人 会以攻击自己身体器官的方式 来消化自己的情绪 这是导致出现病症的最大原因之一 不同情绪会攻击不同的器官 我国中医的古老智慧就曾提出 肾主恐惧 肝处愤怒 肺藏哀伤 此外 吃力紧张 多半引发胃肠疾病 常感到不如意 好强的人爱偏头痛 幼柔寡断缺乏自信通常是糖尿病人的情绪标签 在以女性为例 生气不消亦得乳腺增生 长期郁郁 亦患乳腺癌 忽视女性身份会影响卵巢健康 立架紊乱 夫妻感情不和 妇科疾病缠绕 研究表明导致免疫系统出现问题的情绪排名 前七名的依次是 生气 悲伤 恐惧 忧郁 敌意 猜疑 以及季节性失控 如夏季 贫乏争执与摩擦 冬季 抑郁患者会比平时多 有人做过一个实验 把猴子吊起来并不时给予电刺警 是猴子一直处于焦虑不安的情绪中 不久 猴子便得了胃溃疡 采用纤维胃镜 X光 脑电图 及生化对胃病的病理机制进行研究 发现胃病的发生与大脑皮层的过度兴奋或抑郁 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密切相关 当感到皮肤过敏 喉咙不适 胃痛胃溃疡 失眠多梦 经常性头痛等症状 我们常常会想 是不是身体上出了问题 其实很多时候 经常性的负面情绪才是母后黑手 身体的不适和病症是内心的呼喊和求救信号 昨夜有位朋友和我夜谭 他问我 我弟弟少年白头是什么情绪引发的 我说 可能是我已经非常尽力了 他问怎么缓解 我答做自己 把别人的愿望还给别人 他点点头又问 我爸在我妈去世当晚 一夜白头 也是因为情绪吧 我说 是的 太过悲伤 绝望 他问 最近我无缘无故掉头发的原因是什么 我答 焦虑 他问 我也不想焦虑 可是我做不到 我说 为什么要活在未来呢 活在现在 千万不要忽略那些隐藏在情绪底层巨大的创口 我们常说 气死我了 压力好大 心有不甘 这正是情绪在作祟 生气让人感觉失控 身体自动释放出大量有害呼吸系统的因子 焦虑让人的身体进入空铁壶干烧的状态 一点一点的消磨掉人的心里 压力让人沮丧 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捂住了人的鼻子 看得见五指透过灰色的天空又摸不到 身体是不会说谎的 他重视的帮我们存储的所有的情绪 而生病其实是在提醒我们 要去真实的面对自己真正的需求 妥善的去处理 并相信身体的能力 生病不能只治病 还得找到病症所在 也就是情绪的源头 当我们肠胃不适 只是大把吞下胃药 却逃避压力和紧张的根源 当我们皮肤上各种红疹 犹如一座座小火山的爆发 但却没有发出 我很生气 请看看我的愤怒的心声 因此 懂得爱自己不仅仅是住最好的房子 吃最精致的佳肴 忠于内心超越自我 而是你比谁都更关心自己的情绪 什么时候将病喂病时 你需要管理自己的免疫系统 什么时候需要大哭嘶吼 什么时候应该放手宽恕 什么时候值得大胆自信 你比谁都要更清楚的知道 自己的情绪和身体正在哪个点上 然后去消化它 世上没有既安逸又精彩的人生 美好前程都是血汗打下来的 想要为自己的梦想负责 为一家老小负责 我们就必须管理好情绪 拥有一个强健的身体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就结束了 喜欢记得免费点击订阅 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下方评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与点点栏目